为了挽救失业率 政府推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却传出劳动部一再发函 催促国营事业上缴签名职缺 台电中游内部员工就爆料说 根本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 职缺也大多是应挤出来交差的 甚至排挤到外包名额 对此劳动部长青 各事业单位表达有困难之后 就没有强硬要求要提供多少职缺 另外各部会都有发函 并没有针对国营事业 中央服务处挤满排队民众等着申请 三级警戒解除还是没能挽救失业潮 7月失业率来到4.53% 创10年来同期新高 政府推安心及时上工计划补救 现在却传出这些职缺 大多是应凑来的 国营事业不堪其扰 我需要增加人力 我每天要招考多少 突然间说 因为这些事业里搞要我们这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几个问题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聚合行政面 国营事业内部员工爆料 上头多次催脚名单 要求提供上千名职缺 但实在开不出来 只好砍外包派遣工 痛批不能为了给政府做业绩 叫人家走路 根本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所有的业务领域很广 我们有服务的 有生产的 有一些工作呢 本来持续就是对外照顾 没有说会因为这样子 造成一些工作的排挤 因为我们整个的需求量是蛮大的 台电公司会配合政府政策 我们也盘点了一下 提供了30个平额 台电终有强调 不会因为安心上工计划 排几道招考或是外包员工 而目前国营事业开出的缺 自来水公司占最大宗 连同台电 中油台糖等等 总共79个名额 劳动部含冤 没有要求国营事业 上脚签个职缺这么多 国营事业跟我们反映说 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提供职缺之后 其实我们没有强硬的要求 失业率是在比较高的时候 希望说大家再多帮忙 各部会都有发文 抢救失业率 就怕政府没意识得起反 反而造成企业负担 记者综合报道